都说青老的鸟儿有虫子 给你们看看姐姐们 这是今天早上的话 认识来电过去 给你们逃货的 看中了一批的项链猪 这个猪子的话是卡六家的 种水的话是冒着满青椒打底的 不拎不拎的 非常好 很干净 价格也还好 真是老板人的价格有点难看 可以了 行的话太脏了 我都没有乱还你价钱 真的 你给那个价钱要管这里 这个猪子的话它是那种原型猪 颗粒非常好 很干净 底子非常细腻 带着那种小淡淡的琴笔色 可以做一个项链袋 也可以做手串袋 非常漂亮 你们每个人的财势就说 哎呀 肥牵不到 哎呀 鸟子牵不到 我都会了 算了 我先拿完钱好了 不行就算了 现在不理开张 去拿毛货都拿不到那个鸟子 我天天买鸟子 我吃的 我是买 我去放漏的 我看高一点 可以了 行的话开张了 现在行情又不是很好 问问看看吧 不会拿来的机会对不对 我都好久没有出来 跟你们说批尿货了 给你问一下 问不行了 问一下 问一下 问了才有机会 不问的话拿来机会 不行吗 哎呀 谢谢 谢谢 终于开个张了 过了老半天 我以为今天没有啥收获 等到我要出去的时候 我以前就发现了 这一手鸟子品质非常好 这个的话是200多一条的 肉质的话是非常干净的 香烈猪 我的天呐 来 老板娘 帮我装起来 谢谢啊 来 借我点钱 你们两个谁借我 多少 先借一万块钱给我用一用 妈 也这么多 来 等下我还要买其他的吗 回去还给你 手机限额掉了 支付宝吗 支付宝都没带 我手机不能少 买太多了 限额 出来买货 借过 空包包的就吃了买货了 手机里面转过去钱啊 赶紧找你的钱来借留用用 好了 终于搞定了 还好你的钱来得及时 不然我们今天买了这批货 都付不了款 走了 回去了 你们这批书店的话 喜欢的宝宝的话 不要忘记了 点赞明天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